哈哈哈哈 好 大家你們在想說今天又要拍什麼企劃囉 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 這是我的床 好像跟我之前住的地方不太一樣 因為呢我跟我的攝影師兩位朝夕相處 我們一個禮拜啊 七天我們大概五天都在見面 這個見面次數呢 已經大於我跟羽球隊見面的次數 所以呢我跟他們呢 真的是仿佛室友般的如此的要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覺得 你一天到晚都來吃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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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跟你講我週末的時候不會出現 我只有平常一到五的時候我才會出現 我們就是平常的工作量真的超級無敵大的 我幾乎就是完整的跟他們倆的配合 今天呢想要來拍的這個主題呢就是 我跟我的室友平常都是如何相處的 上一支影片呢是我跟金針霧拍的那個一日室友 但是老實說我們真的不像室友 我們比較像朋友 但是呢 我跟這兩位就真的非常的像室友 所以呢 今天呢 要展露無意的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平常跟我室友到底是如何相處的 那我們就 去看要去吧 因為呢 我現在肚子很餓 然後我想說 我們可以去SELO兩個吃了 你們應該會想要知道 我跟我室友 會想要吃什麼東西吧 室友 你說是不是 沒錯 欸 我剛剛講你 我剛剛 我剛剛跟他說 你要上面一點 然後他就說 喔 好 沒錯 你老實說 你有沒有因為這樣子跟我感情變得比較好 然後跟企白感情變得更不好 那如果我們兩個在一起好了 我們先滾 乾杯 我們來了 走囉 走囉 好 我們三個現在要去SELO買吃的 沒錯 你真的很重 我只是今天跟他一起拍片 好像可能做很多練習 不確定SELO你到底會不會拍 以防有朋友說什麼 欸 這個不能拍 我們沒有拍SELO 我們剛剛買完了 很多欸 你餓嗎 你腳餓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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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已經去SELO買完我們的食物了 這邊不是全部都是我的 有魚的 欸 我真的很少吃SELO的東西 因為學生時期吃太多SELO的東西 導致於我出社會之後覺得 吃SELO就是 你會覺得太隨性 我就會想要就是真的是點Uber E 所以我很久沒有吃SELO 可是你們知道 SELO真的有很多那種 很好吃的食物 就比方像這個什麼 古燒曼玉飯糰 這個在網路上聽說超紅的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看到這個欸 乾杯的炭火燒肉飯糰 這我們也有買 然後還有這個啊 韓國的巧克力烏龜餅乾 這個我真的也買不到 麻油雞 這超紅的 我們剛剛呢 買了三個萊克 因為想說如果等一下下雨的話 那種室友坐在一起下雨 你就會一起吃泡麵 所以我們就買了三個泡麵 啊就算今天沒有下雨的話 我們還是會一起吃泡麵 那我們要吃囉 現在剛吃飽飯 坐在沙發不知道幹嘛 拔了一下手機 發現最近有個challenge 非常的紅 很多人都在模仿 我決定找我的室友 魚 你要幹嘛 我跟你講 我們一起來一個challenge 我們看起來的challenge 不會變成搞笑的演技 亂笑吧 就在搞笑一點 好 我們要練習 欸吼 哈哈哈 那是很愛你 好 我跟你帥 來 你這邊有跳過我嗎 沒有啊 這個是什麼 為什麼你看起來好像他會啊 我不會啊 我一個人在亂跳 欸 等一下 啊 怎麼辦我了 很難啊 對不起 我對不起啦 我們現在呢給 其凡笑嘆看 等一下我還用這個水狗 啊 哈哈哈哈 你看 你也是笑的很誇張 很會跳的人呢 可以這個上傳雲端 然後呢我點開看你們的連結 看大家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會跳 好 壞子喔 你們一定會想說 我這行李箱 不然這麼大箱 裡面有裝什麼東西 因為呢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是買太多了 然後我就想說 跟室友分享 我到底買了哪些東西 通常我的衣服都是在 幾乎是兩個月到三個月會買一次他們家的衣服 因為畢竟是從韓國寄到台灣 我覺得要花一段時間等待 我就不喜歡等 所以我不會很常買 可是我一次買都買很大量 然後這是我這一次買的夏季的衣服 每一次只要等他們家的衣服 我都會等到忘記我到底當初買了什麼 第一件 你一定會覺得 啊這不就是一件T恤 我跟你說沒有 Stylinda的衣服呢 第一它就在於它的設計 你看它後面這邊它是 然後它這邊就是還有這種綁帶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 打造出一種 漂亮美背的感覺 他們家的衣服真的就是 都很有設計感 如果大家想要買衣服 然後又不想要就是 在台灣很容易撞山的話 你真的就是可以買韓系的 真的會很不容易撞 這種就是去度假穿的啊 但是現在如果你度假 我不知道擺這個要幹嘛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沒有 你是不是覺得真的要費錢 因為你知道有些衣服 它就是這樣穿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把它綁起來 而且它會有點透透的 然後你裡面可以穿一件 就是很可愛的小可愛之類的啊 我不是花你的錢 不要啦 不要啦 這個這個這個 這可以 這可以吧 怎麼它現在好像是評審一樣 這就覺得不錯 這不錯 而且這個如果搭配我現在染金髮 你不覺得好像染金髮 我覺得那個很藝術 它是外套而已 這還不錯 所以我現在這樣裡面穿這件很不適合 但它就只是個招衫 這要連打開箱完畢 來看一下那個我在小米他們那邊買的Melo 這褲子還不錯吧 前面這個拉鍊 前面這個拉鍊很可愛耶 沒有啦 這個我想說這好搭 但我覺得真的很好搭 最後一件感覺 也會被你嘴泡耶 它如果再長一點的話 就是會很像我阿公在穿的那種雕尬 不是我跟妳講 它是Melo的好嗎 而且它裡面加一件那種鮮豔 螢光色小可愛的話 就會很潮阿對不對 嗯 你為什麼穿搭阿 怎麼走 走 然後最後買這個帽子阿 誒 我吃真的不誇張 我這個平常就是沒有到特別愛吃甜食 可是這個我剛剛就主動說我還想要再教 然後我們點了肉桂 鹹奶油跟巧克力 我們現在呢是晚上的6點鐘 室友現在呢在秀他的圖 我們決定了給彼此一段分開的距離 還有分開的時間 距離是總是最美的 如果每天都溺在一起的話很容易就會吵架 又要工作那到底要幹嘛 就是來練個吉他 那我之前呢在大學的時候呢 就是有加入了半學期的群音社 然後有稍微的練一下吉他 但是呢 因為我演得非常的初階 只有學會兩首歌 就是擁抱跟那個 維里安的因為愛 就這樣而已 可是呢我們那時候都是刷的 而且是大家團隊大家一起刷 所以自己儘管刷不好 其實也沒有關係 現在想要來一個 自己一個人 彈一下吉他 看一下我是不是全部都忘光了 或者是當初我根本沒有學好 基礎沒有打好 所以呢我們現在 我給自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給自己好好練習 半小時後我們來彈一次 五月天的擁抱 看一下到底彈不彈得出來 現在時間是 晚上的 6點31分 剛才練了30分鐘 現在決定呢來給自己一個驗熟 啊如果彈不好的話呢 拜託大家手下留情 我也不是什麼什麼什麼吉他課出身啊 或者上什麼吉他課 先給大家壓壓驚 好難喔 但有激起我想要真的好好彈吉他的那個感覺 想要好好學吉他的那個鬥志 因為覺得半個小時可以記住 這四個不同的暗法 好像還不錯 這是個好的開始 有沒有覺得呢 這是壁虎的聲音嗎 壁虎剛才跟我們說就是 吉祐加油 吉祐加油 耶 各位 我現在在形態上啊 那現在為什麼我會坐在這個位置 是因為我們討論了很久 想要去剪頭髮 但是呢又沒有人要去約時間 所以呢 我已經受不了了 因為虎他就一直不敢去約時間 我頭髮都長了 我決定 該讓虎來幫我剪頭髮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讓朋友幫我剪頭髮 真的很像是 等一下剪完就去當兵的感覺 怎麼辦 等一下你等一下要好好剪喔 就是我希望是一個 就是我最後只需要去染頭髮就好了 我不用剪了 然後我想我前面先自己剪 這樣子我大概讓你知道我要的長度 在哪裡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 喔完美 剪囉 好 欸 這樣這樣 好 可以嗎 好 我比你緊張 欸有欸有變短欸 超想弄 弄 對 超被霸凌的 怎樣啦 好壞 算了白包剪好了啦 我人生第一次剪頭髮的姓名 好期待 妳剛剛那樣講我一點都沒有期待 我真的很像是等一下去當兵一樣 我要準備入伍 對妳講 不直的還很冷 妳不可以講這句話 好 妳現在是髮型師 設計師我這邊脫一戳是怎樣 妳沒有自己剪 這是我自己剪的 這是我自己剪的 這是我自己剪的啦 有啦 有啦 她跟我沒有在緊張 她就只是覺得 趕快動一動 妳現在真的很隨意欸 她平常拍照真的不是這樣子 她現在是這樣子 整個就是 都可以啊都可以啦 承受不起了 我看到了 這是上面放下來的 好好好 哪有攝影師這樣丟頭髮啦 我剛剛看到 不要動啊 人家手夾頭髮 是剪 突出來的那一段頭髮 她是剪 夾住裡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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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其實就有發現這些事情 喔 這樣 對啊 這樣頭髮才不會跑掉啊 我黑黑的這樣會綁 我還可以綁 還可以綁 還可以綁就有救 因為大不了就都綁起來而已 明天一開始就好我都綁起來了 早就想好備案 對對對 好像原來的 你會剪欸 耶 室友幫我剪頭髮 好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吃飽飯了 你們吃飯的那個影片 我會另外拍成一支 所以呢 想請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另外一支影片 然後我們現在呢 已經進入到了尾聲了 最後呢 我想要來跟我的室友余一起看 我以前的YouTube最早以前的影片 真的很久以前 而且我有點不太敢看 我真的覺得我幹嘛要跟你講 我真的好久以前 好久喔 等一下 你現在隨便點一支 你想點的 聖誕節拍 好不容易 哈囉 大家好 我現在呢 跟我家人 有一個聖誕 因為這邊就是 有一個聖誕 就類似人家父親 然後呢 他旁邊這邊呢 就是有一個 超多的 聖誕節 那種中式藝術 然後那樣的 小小 真的 真的 你會想看的話 你會想看高中層班 然後呢 自己一樣 對啦 你在高中層班 你躺開 幫你這個 在空間 要在幹嘛 要在幹嘛 整支影片不知道你在幹嘛 欸看我跟我學姐的好 又只有有點忘記了 哈哈 哈哈 故意用到final card 很早期的那個 還怨怨 哈哈 喔 因為他是我學姐 我以前臉好 好小 好小 今天我們來到正星街 然後 點了一杯 於是安薩姆紅茶 維糖維冰 到底是我的頻道 為什麼要拍別人 有啊 蠻消暑的 因為我覺得 過年的時候 我覺得都會來拍別人 就是高光 然後那時候是 今天有點模糊 今天也蠻熱的 對 今天其實也蠻熱的 喔 這頭髮是 刷腳 我們再看看別人 啊 啊 哇 我們今天來投B市卡拉OK 然後我現在只有五百塊 五百塊可以唱兩首 哈哈 我們來看囉 我以前唱就是這樣欸 啊好啊 好吧 好現在第一首要唱什麼 你要BANG 你現在唱BANG嗎 你現在唱BANG 你現在唱BANG 請問你要BANG 哪一首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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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的 好我這樣 你也在看是不是 對 不要你 哇 沒有啊 哇 再看個別 再看個別 這我們都愛隱藏啊 拆扭蛋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是阿圓 Youtube的那個 不要選的 阿圓版的 扭蛋雞 然後呢這台呢 非常的有名 我覺得看長頭髮的 才是真的是我那個 很青色的樣子 哈囉你們好 我是阿圓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呢 就是 我覺得現在比較好看 蛤? 現在比較好看 真的嗎 這一瓶是阿咪咪的 我愛藏護照 試色格力乳 這一瓶是阿咪咪的 我愛藏護照 這瓶是阿咪咪的 我愛藏護照 我愛藏這樣子 對 我都不看鏡頭 因為上面有那個吧 對對對 因為它是掀起來的 我滿喜歡的欸 我覺得它的質地啊 不會很黏 我愛藏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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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阿現在幾年 好久欸 18、19、2014年前 你以前幾乎都是國外的 對不對 然後現在完全都是在四年 因為以前都是不在台灣的 對啊 這樣轉型分很大 你覺得這樣轉很大? 真的喔 就是完全不同路線 但這樣算轉型成功吧 算吧 就是我從原本就是 只拍在韓國的韓系到現在 都是拍台灣的東西 就是拍台灣是有去討笑的 對啊 這樣算是有進步對不對 我為什麼好 你有發現 他現在一直有綜藝欸 我都不懂 你覺得有差 他跟我現在長相 沒有 跟你一開始 去一年的時候 真的有改變 農入韓國的感覺 你說這時候有農入韓國的感覺 真的 很晃很晃 真的 你在跑步嗎 不是 這一塊很晃 很旁邊 這樣 這時候都不用戴口罩欸 對啊 好好的 對啊 他頭髮也太亂了吧 想看更多的話 看不到 他就關掉 就是我 很資訊你了 我還在給你 欸你看我之後有什麼感覺 改變很多啊 你說外表 講話的方式 可以表現你的內容 都改變很多 喔內容 這樣算是有進步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們進步 所以他會覺得跟以前不一樣 而且做得更完整 精緻 精緻 對 講這個 以前拍那個之後 都不知道在拍三小欸 難怪以前都會被泡說什麼 那是什麼內容嗎 真的很無聊什麼的 我跟你講 因為以前在韓國 是因為你不管拍什麼 都會有人看 因為我都是第一個 就是去拍那個東西的 所以沒有人是比我早更去拍 就等於我只是介紹那個新的東西 那我不管拍什麼 都會有人看 可是因為現在我回台灣之後 就沒有辦法 隨時都掌握到第一線的消息 然後在台灣 你知道競爭的人又很多 所以就變成 我一定要在內容裡面加深 不然的話 也是就會被淘汰 我覺得也是因為回台灣 然後就是很多競爭者 也不是競爭者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是很好的 工作夥伴 然後看到他們也很努力 所以自己就想要 努力變更好這樣子 對就是分享給大家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我跟我 室友魚的那個相處狀況 我們今天聽到感情 也沒有到這麼好 沒有啦 不是 欸我跟你們講 其實我跟妳 真的算很常見面欸 對啊 我跟我朋友們真的沒有那麼長 對 從今天開始 怎樣 七天先不要見 不行啊 我們明後天還要拍東西 好就是這樣子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然後呢 如果你們想要看魚 創他的新頻道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留言板底下留言跟他講 他應該會去看對不對 我們支持魚創一個頻道 好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呢記得follow 我們三個人的IG 對那個 我起帆魚 我們三個人的IG 大家可以follow起來 好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70萬 70萬了沒 70萬了沒 好 10萬... 3 4 6 5 6 6